請邱部長 委員好 今天很多委員來質詢有關這個藥品的問題 那我看不外乎是有關三同到底要不要貿然實施的問題 或者是應該要怎麼樣來做修正 那另外就是PIX GMP就是歐盟的這個GMP的這種規格呢 過去這個品牌在很多的藥商裡面在整個製程 或者是在整個認證裡面出了很多包 那到底要不要來這個不符合規格的 要不要馬上立即下架的問題 或者是呢B1的這種測試要重新執行的 如果沒有重新執行要不要下架的這個問題 很多指教的 那我就不再就這個議題來做指教了 應該討論非常多 我要來跟署長請教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我有看到部長呢 在機場裡面做一個剪彩的動作吧 就是說境外的這種醫療的這種單位 在部長裡面這種國際醫療這種體系底下 我不知道說部長你在規劃的情況底下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體細胞的治療 啊 因為我有注意到這個高凌峰先生呢 他有到中國大陸去做體細胞的治療 那體細胞的療法呢 在台灣目前還沒有經過所謂的人體測試 在台灣某些程度上啊 他沒有來核准 但是很多的國家都已經有在做啊 這個那當然有時候我們台灣的市場小 很多的這種體細胞的移植啊 或體細胞的這種治療方法 新的治療方法 我們台灣的市場比較小啊 如果要來來做人體實驗啊 如果人種沒有太多的差異性啊 那麼在國外歐美國家的已經開始在做了這種情況底下 在我們的所謂的這個境外的 我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的這種機場內部的 這種國際醫療體系啊 部長你會打算怎麼來處理 好 我先想一下這個我們的階段性啊 那第一階段呢是在四個機場五個地方 五個包括一二二航站 設立這個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那這個呢我想就是主要是溝通協調整合 還有再加上服務的加強包括轉送啊這些 那這個希望能夠再提升他們國人 那個外國國際醫療的一個服務的層次 那這個呢我想當然另外提到有關這個 體細胞療法 目前他並沒有提出這個臨床實驗或者是認可的一個申請 如果說提出來我們才會在FDA才會審核 所以目前還是在國內是不可以 好這裡頭就是很有意思的狀況嘛 當然在國內不合法 那為什麼有非常多的例子啦 就是說這個國際醫療中心那當然強調國際化嘛 那所以呢國際上普遍所採用的所謂的一些醫療常規的 或者是所謂他們有在操作的比如說美國啦澳洲啦 但是在台灣境內還沒有經過人體測試的 在國際醫療中心裡面能不能操作 現在這個還不行 應該是有沒有打算這樣的規劃 我們還是要有這個國內的一個規劃 而且要更嚴謹一些 那這裡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就是整個政策的走向吧 那你要來吸引一些國外的人 來我們台灣從事國際醫療工作 那麼理論上啦 是要跟國際來接軌啦 那但是你們這個是屬於醫療專業你們自己要自己判斷 只要那個公司認為他有市場 國外的病人會來 他應該會提出申請 那向誰申請的 境外的 FDA 也是要FDA嗎 對 一樣的 在國外也是一樣 那當然這樣會 很多人關心的就是會產生啊 所謂醫療資源排擠的效果 就是所謂的一些比較一流的 比較所稱的 大家所講的所謂名醫啦 那麼 就到這個醫療中心去了 國際醫療中心去了 那他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嘛 那在國內開刀 這個有限制時段 已經寫在上面 你們有限制什麼樣的時段 就是說他在那個當地服務的時間啊 有做一些限制 每週譬如說幾班幾班這個都有限制 是不是 那你覺得會不會產生排擠效果呢 我想這目前這個機會很小 很小哈 這個要確實注意 非常注意這個事情 因為我有注意到整個資料統計裡面 所謂外國人自費來台灣從事醫療的 我也有一些新加坡的朋友 他也到萬方醫院來做 譬如說 腳的手術啦 他們也對台灣的醫療技術非常的信任 因為他們在新加坡從事這種腳的手術的時候呢 可能在手術的醫師啊 處理的個案不是那麼多 他們寧願到台灣來做發 這種發費了 發費了 來自費來做醫療 那像這些東西呢 原本就是在做了啦 那你預計啊 以目前的這種1%的 這種在目前的台灣的 以後的國際醫療中心你們會 有辦法到什麼樣的多少人次呢 我想目前在從97年到102年 我們大概成長了快6.8倍了 那這個是最近是全世界都在走 那最大一個壓力當然就是說 我們鄰國包括日本 那個韓國中國大陸都在努力在進行 所以我想這種互相之間的競爭就會產生 所以我想不走也不行 那麼既然走了我們相信 如果把這個第一階段 境外境外的這個服務 這個國際服務中心做起來 應該可以很快的大概一年 會大概以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程度成長 好 所以我剛才還是回歸到剛才那個問題啦 就是說國外已經 歐美已經有在做的一些技術 醫療技術了 那台灣境內 他目前FDA還沒核准的 你覺得 目前是不是能做還是不能做 還是要不行 現在不行 還是要等到我們的這個FDA核准 那確定他的安全療效 我們才會 好 這個我覺得很有興趣啦 因為他是既然國際的 通常要跟國際接軌 但是這個你們專業 我提出這個議題出來 你們來做思考 非常非常重要 103年就今年1月1號起啊 我們醫療保健服務業啊 所謂的適用84條之一的勞動基準法 84條之一所謂責任之公司的部分呢 對 已經開始適用 排除了 啊這手術室急診室 教育病房產房 手術麻醉黑膚室 燒燙傷病房 中度 中中度的病房 還有精神科病房 還有器官移植的小組醫室 技術人員啊 九項 所以某種程度上 大部分的 醫療保健的服務業的工作者呢 嗯 包括護士吧 已經啊 醫護人員啊 護理師啊 已經納入勞動基準法裡面的公司規定 我不知道 1月1號開始實施啦 嗯 實施一個月 我不知道現在所有的醫療院所裡面有沒有 就這個新的制度呢 來提出啊 他們工作時間的合理安排啦 我覺得還還蠻擔心的啊 我不知道你們 部裡面做了哪些的 呃 勸導措施或者是什麼樣的宣導啊 我想那個 你 大概要讓委員知道 這個其實是已經規劃了15年 從87年就開始 那逐步再增加人力 那才會 所以大家也開始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然後慢慢來適應它 所以其實 目前沒有發生什麼大問題 那我想這邊細節 OK好 再深入一下 我簡單聽委員報告 從87年開始 第一波 進入就是包括門診的護理人員 跟一般病防護人員 接下來到100年之後呢 我們同時調高了這些特殊單位 剛剛您報告這些單位裡面 包括急診室手術室等等 它的設置標準 我們其實也慢慢調高了 就是讓醫院有緩步時間來準備這樣子的 另外最主要是交班 都能夠無縫交班 保障病人安全 這都是在憑勤當中已經列為一個重點 而且已經進行了三四年了 以上 好 這個我當然也是 這個方向是很正確的了 那所有的醫療保健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呢 他不適用大部分的 不適用八四條之一 所謂責任之工時的這個部分呢 這未來一個月 甚至於半年 這個一年 大家會來評估的 因為被抓到的時候 人家又會說這個是血案工廠 那血案的醫院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衛生署 這個衛生署 這個衛福部這邊 加強的宣導 來讓所有的醫院呢 或者是醫療院所呢 能夠確實按照這個新的 這個命令啊 公時制度啊 來走 OK好 謝謝